最近時代方又有新的餐廳進駐 就讓我們來率先報導 看看有什麼推介給大家 這間新開的餐廳叫做 貴Osmanthus 蘇折戶匯 新派上海菜 他們專注在中國江南地區的美食 就在上星期這間新餐廳 舉辦了盛大的開幕典禮 出席的來賓就有列治民市長 馬保定太太 Christine Brody 女士 和新時代集團主席馮永發先生等等 嘉賓份量十足 餐廳的裝潢是行高貴淡雅的路線 和餐廳名稱貴Osmanthus十分相襯 貴這家餐廳名字的由來是一種花 桂花 桂花是杭州市的市花 杭州市又是中國江浙地區 一個比較有代表性的城市 它主要的菜系是以這種清淡 還有細緻的烹飪和擺盤 而為主的 所以我們也是想把這種感覺的菜系 帶到芬末華 用心去做一些食物 用心去做一些服務 然後能夠滿足廣大食客的要求 我們的特色菜 第一個主打就是我們有很有名的小籠包 這也是十名中外的一道dim sum 我們有一些很好的涼菜 像熏魚啊馬籃頭啊 包括我們的豬肝呢 它的口味上面 我們經歷過我們師傅的精雕氣酌 然後在擺盤上面也是很有考究 希望大家能過來嘗一嘗看一看 我們主打的是健康美味 然後還有文化輸出 我們首先我們的食材是由 本地非常高質量的供應商 福音國際集團他們來提供 還有我們長期合作的一些其他供應商 都是一些會把食物的食品安全備 使用放到第一位的供應商 那服務這塊呢 我們也想通過我們專業化的服務 個性化的服務 讓大家到貴以後就像到家裡一樣 有一種冰克如歸的感覺 當然我們還有幸可以幫大家率先試食 哇這些菜式不知體諒精緻 吃下的好東西味 是不是看得流口水呢 餐廳在選用食材方面都花了很多心思 我們作為加拿大的進口商和供應商 我們首先就是要提供一個就是安全 符合加拿大政府要求的這個食材 也可以就是提供可以世世代代都可以沿用的這種產品 就是我們會提供一個就是實施代代物 可持續性發展的產品 比如我們海鮮很多是野生的 那我們就希望我們這一代人有機會享用 我們的下一代再下一代能代代相傳的沿用 這是我們目前海鮮界最提倡的這麼一個 實施代代物的產品 這個是海鮮味 我們也提供日本的河牛 我們提供的日本河牛是由日本皇家頒布證書的 這麼一個農場提供的河牛 還有我們提供馬來西亞的最好的燕窩 也是我們這個非常特別的食材 讓這個所有的消費者能享用到高品質 同時又加個比較低廉的這麼一個價量物質的產品 這是我們要想帶給我們的真正的消費者 看完這間餐廳的環境和菜式 是否覺得適合一班老友 又或者是一家大小去品嘗美食共聚時光 特別是中秋節快到了 預訂位都差不多了